老师我还有个brook 17章5节 17章的第5节 还是18章的第5节 17章 第5节 我看过这个字 我不记得在哪了 我的记性很差 是不是25节吗 还是哪里 那个妇人告诉那些追逼 说那两个人已经过了brook OK好 Very good brook brook在这里 Crasta River No 这里有一个river brook我不知道在哪了 brook 就这了 brook了 OK好 OK我们学过好多 那个小溪啊 大河啊 什么东东 这个很多这种东西 brook指的是什么东西 brook brook是小溪 比较小的 OK好 我们来看一下brook Crossover的brook 看一下这些字 OK River没有人不知道吧 River River没有人不知道吧 河 河 OK 河 从我们大到黄河 Yellow River OK 大黄河 OK 我们家附近有条小河 那个也叫河 River OK好 那brook是什么 brook是什么 比河大还是比河小 brook brook是什么 有没有人知道brook是什么 应该是比River要小吧 它比River小 是没有错 brook 好那还有一个这个来了 Stream Stream是什么 哪个大哪个小 这也应该是C 小的吧 OK Stream 所以Stream跟brook哪个大哪小 brook大点 小溪小点 Stream 对 Stream比较小 Stream有点像小水流 那种 那种地方 Stream brook稍微大一点 OK 还学过什么 如果说是 还有一个字 我们猜不到 这个跟水有关系 Valley Valley是什么意思 特别在意他的说的 是不是山谷啊 山谷没有错 山谷 OK 可是这个Valley 还有一个意思 还有一个意思 是指这个水流的流域 OK 中文叫 就是它 它可以灌溉的范围 反正水旁边的地 那些平地 都叫Valley 它在两山中间 事实上这个也可以 很合理的 两山中间 你注意 凡是Valley的地方 一定有水 不太可能没有水 不太可能说两山中间一块 长得很好的地 然后什么水都没有 如果没有水 这个地方是长不出东西来的 Right OK 所以两山之中 常常你想这样子 水源地 常常都发源于高山上 山一定从上面 山上往下流 往下流了以后 它一定流到低的地方 对吧 水往低处走 它往下流的时候 它一定会灌溉到两山中间的平地 所以那两山中间的平地 实际上都是水源很充沛的 它才会长得很好 是不是 所以两山中间的地方 我们可以叫什么 这个地方可以叫谷地 谷谷地 OK 地上的地 谷地 OK 我们可以 然后Valley还可以讲流域 这个凡是这个这个河水 它可以灌溉的地方 我们就叫它的流域 所以如果在一个河水的旁边的两边 水草一定都是非常丰沛的 水不是只有你眼睛看得到地方 其实它地下都有水道 是这个水的管道的 所以呢 它在流的时候 如果这里有条大河 旁边的河床 水都会渗进去 所以它在水的两边 都会长很多丰沛的植物 农作物啊 什么这些地方 所以这些地方也叫Valley 也叫Valley OK 好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的这个 OK 这地方有一个Brook 对不对 好 然后我们前面 是14节 还是什么地方的地方 是不是14节 看有一个地方讲 有个地方讲Valley 我现在不记得在哪里了 是13 OK好 13节有个Valley OK 中文直接翻译成河里面 OK 他说Drag it down to the valley 翻译成河 其实这个地方的Valley 不是指一条河 而是指那个河水的流域的地方 那个地方都是水草很丰沛的 所以呢 通常城 你盖城的时候 城是在比较高的地方 你不会把城盖在低洼的地方 但如果到时候水长起来 城里面不就淹水了吗 所以盖城的时候 一定找一个比较干的地方 高地 才能够 而且才能够眼观四面 耳听八方 有人来攻打你的时候 你这个地方地势高 又不会淹水 又可以看得到什么敌人来打 对吧 所以城里面离河 通常都会 他把那个城 他说 他进了哪一座城 以色列人就带绳子去 把那个城都拉到河里面去 他只能拉到河里去 是拉到那些水草丰沛的地方的 那些河水的流域的地方去 OK 拉去甚至连一块石头都不剩下 这个石头 A piece of it OK Not even a piece of it can be found 一块也找不到 就把那个城整个给拉下来 扯坏 就是破坏他的意思 OK 好 所以这个地方你注意 Valley Valley指的就是河水的流域的部分 OK 长江 不是只有长江